本节目由李义琴杨瓦哥提供赞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义琴 这一集是一个探寻山泉水的专辑 最近我看到了一个故事 乾隆皇帝长寿的秘密 就是山泉水乾隆皇帝常去一个郊 玉泉山的地方游玩,古文有记载 水清而必,承洁似玉所以叫玉泉 古人是如何检验 这个泉水好不好的呢 首先,找来了泉国 各大名泉的水样做比较 用一个银斗子,称水样的重量 结果,玉泉山的水 比各大名泉的水都清 说明它里面含的杂质少,水质好 所以乾隆皇帝 给它取名为天下第一泉 当时皇宫里用的 都是玉泉山的水 甚至出外旅游 也是用玉泉山的水 中国最珍贵的泉水 就是皇帝的御用泉水了 出于好奇心 我就向旁人打听 我们附近有没有泉水 有个朋友说 这附近有个龙泉村 村里有个三藏寺 有泉水 于是,我就带着我四岁的儿子 去了三藏寺 一路美景大家可以欣赏 三藏寺 也叫大安寺 位于太原市洋区县龙泉村 距太原市60多公里 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寺庙创建于唐代三藏寺 背靠万寿山 也叫长寿山 面对龙泉河现存殿堂36建 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另外,还有塔地 圆浦 山林等 游览面积可达10万平方米 三藏寺院内有股松两株 枝叶繁茂 树林有千年以上 万寿山脚下有一泉源 名曰龙泉也叫长寿泉 泉水四季长流 清澈见底 甘甜可口 相传 常因此泉水能治百病 我开车走了60多公里 来到了这里 很容易就找到了泉水 寺院里的人 正用泉水来洗碗呢 我们打了一桶水 我喝了一口感觉很凉 就像是在冰箱里 冰镇了一样 但是口感 跟自来水一样 没什么特别的 大姐 是不是在这儿接那个圣水了 就这儿 哎呀 真好 哎好 好好好 打上了啊 圣水 有的人说是泉水 这里的人说是圣水 这个水就在这儿 他们说这上有个水母娘娘 我再瞧一瞧 这儿有个小房子 可能就是这儿 可能就是这儿 水母庙 水母庙 对就这儿 看一下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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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个就行了 知道了 看见了 哈哈 那个管子是从那儿出来的啊 水母庙 老婆 好嘞 嗯 大姐 大姐你是给他们做饭了是吧 嗯 这两天开放不 上面有多少和尚 嗯 那底下的三个 嗯 有三三百 才三个啊 哦 哦 这是个尼姑庵啊 不是和尚庙 不是和尚庙 也有尼姑 哦 也有尼姑哈 哦 那这上面住的是和尚 下面住的是尼姑是吧 哦 对 哦 我看见下面 我看见底下有个尼姑啊 不大那个哈 啊 挺好 为了科学验证 回来以后 我取了几个水样做比较 用TDS比测试水质 TDS值越低 说明水质越干净 但不是说TDS值越低 水质就越健康 毕竟水中有很多有益成分 比如矿物质 也会影响TDS值的 据资料显示 TDS值 数字0至9属于纯净水 10至50属于净化水 51至100属于干净水 100至300属于自来水 超过600以上的是污染水 接下来公布我的测试结果 我家的自来水237 农夫山泉033 我家的过滤水156 最后是三藏4的泉水227 这个结果说明什么呢 说明三藏4的泉水 比我家自来水的水质 稍好一点 但不能说明全部 因为如果矿物质多 数值就会高 所以只能说这个泉水 比我家里的自来水 纯净了一点 接下来请欣赏航拍三藏4 7月1号 1号 2号 1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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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